好了,回來了 現在這一節會說美國的情況 本來也是說昨天會說的 但是昨天我早上的時候 簡直是忘記了說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七業... 七業... 不知道為什麼今早經常說錯話 是七月的就業增長 七月的就業增長 意外飆升 當然,預期就沒有那麼高 現在就爆上去 52萬8千個職位 這個數據就經過季節性調整 資料就是來自美國的勞工統計局 七月份,美國幾乎所有行業的就業增長都是加速的 令到全國就業恢復到新官流行前的水平 其實很多人都預期一件事 就是聯儲局提高利率擴充通脹之後 新增就業數據就會慢慢減低 就業職位 但不是這樣 勞工部在星期五的時候 就表示了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 那個數字就是... 剛才我說過 52萬8千個工作崗位 是預測的兩倍有多 這個真的厲害 失業率呢 失業率呢 這裡 究竟有沒有水份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它的數字 真的很帥 失業率還降了 去到3.5% 這個數字就跟2020年2月的數字 是一樣的 這個數字是有一個重要性的 就是50年來的最低點 那就業增長 對拜登政府來說是否好事呢 對拜登政府來說 他們可以借這一點 就說美國沒有衰退 當然是 還有可以說 是經濟太好才要加息 經濟太好 所以經濟過熱 才會有通脹 他們現在是可以這樣說的 所以對拜登政府來說 這個數字當然可以大寫 特寫說是好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經濟過熱 現在就用加息來煞車 就是通脹想壓低它 但是看起來 這次很難會成功 為什麼呢 就是那些工資 其實在美國上升 大家有些事情 會擔憂經濟衰退 怕美國會死 有些人很想美國死 很複雜的 美國之前有些專家出來說 他們的經濟會持續萎縮 有這些意見的專家 就佔專家的百分之十左右 這個我們之前 在一節直播 《蜜蜂法港網救中罪》 有說過 但是我做完那次節目之後 他又出了這個 52萬8千個工作崗位的數據 我看到也很驚訝 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當然 數據有沒有水分 當然有些人說有 但是我沒有辦法知道他有沒有水分 首先要說 先說 現在 有些專家就出來說 就是 蜜茲根大學那個經濟學家 他又出來說 他都說沒見過那些數據 跟那個 經濟氣氛那麼脫節 即是很脫節 現在他沒見過 這個專家都說 這個他是 叫做 Justin Wolfers 那 還有 其實 就業增長 其實本來就是 經濟的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經濟好不好 就業增長 大概的意思就是 經濟是很好的 還有 這個經濟學家 就說 如果你想 幫經濟把脈的時候 就是要 看看經濟的脈搏是怎樣 這些就業數據 其實是比 GDP的數據 是可靠得多的 這個是經濟學家說的 但是 這個 就是 勞工部 勞工統計局 他們出來的數據 就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 工資的增長是加速 在過去一年 就去到5.2% 去到5.2% 就是勞動成本會增加 勞動成本增加 也會推高價格 推高價格 就是 通脹就會增加 沒有辦法 加息去減通脹 現在就是 美國聯儲局 就加了4次息 當然是想 壓制一下 40年來 最強的通脹 那 聯儲局 他也說了 他就會再加多一些 息 之後可能 都是加0.75% 他們已經暗示了 究竟到時候加不加 他當然可以看 當時的情況再決定 但現在的數字 這麼強 反而 加息的機率 就高了 反而是 因為 經濟 看起來還是更加好的 但是 那個情況 可能會變 為什麼呢 餐館老闆 建房子的人 以及 做產品的工廠 他們現在 有些情況出現 現在那個 招聘 可能會 做完之後 就不做 可能下個月 就不聘請這麼多人 現在就是估計 因為 那些餐廳 是明顯少了人 在美國 尤其是那些 普通人去的 中價的餐廳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去的 現在是 那 那 失業 救濟金的 新領人數 其實呢 就不斷攀升 其實就 那 整體職位空缺 其實 又下降了 那些數字 就看起來 就 不太行 其實就是 那 根據 就是 ING銀行 他們那個 經濟學家 他就有 James James 這個 James Knightley 他就說 好像看上來 Everything OK 就是他們 他們的看法 這個就是 那 究竟是否 呢 那 可以看一看 那個情況 因為呢 他們 美國 其實 一直都有 數據公佈 那 2020年 2月 的時候 他就整體 整個美國 就是 那個工作崗位 就是 一億五千二百五十萬個 工作職位 他是這樣的 那 這些全部的數據 我說出來的都是經過季節性調整的 那他怎麼調整 我就沒有深究了 那 那 疫情的情況是這樣的 他 一開始疫情的時候 工作崗位的數字 就跌了少少 但是呢 他到四月的時候 其實是暴跌的 其實那個情況是 是 是跌得很厲害的 那 就是 跌了 二千二百萬個 工作崗位 跟著 他是慢慢 就是 每個月 都是 就是 2020年的四月開始 他那個工作崗位數 不斷慢慢增加 那麼 經歷了 那麼多個月的時間 去到 2020年七月 呢 就填補了 之前流失的那些工作崗位 那些工作崗位流失的最多 當然是 疫情最厲害的時候 2020年四月 那 現在 就是經濟復甦的速度 在美國看起來 是 很快的 但是 是否這樣呢 實情是否這樣呢 我自己有保留的 現在 現在 在美國 首先 第一樣 那個 就是 最多的工作職位 就是 在 酒店業 和旅行 Lasher and Hotel 包括了酒吧 和 餐館 Lasher and Hospitality 這個是最多的 這個是最多的 那麼 這個行業 其實呢 它 整體的職位 其實暫時 都是比 2020年二月的時候 低了 它沒有完全回復的 但是呢 它在上個月 就增速 增加了9萬6千個工作崗位 另外就是 專業和商業服務 專業和商業服務呢 專業和商業服務呢 就在 就是 管理行業 建築 工程服務 還有研發方面 就增加了 8萬9千個工作崗位 但是 這個地方呢 這個專業和商業服務呢 其實本身在新冠疫情 其實沒有什麼減少工作崗位 你要留意一下 這個 這個叫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那 當然 現在的情況 不是很妥 那 為什麼會加了這麼多呢 不知道 那 現在 當然是可能有些政府的工程 我們沒有完全理解得到 沒有完全看得清楚 究竟他們在做什麼 那 如果 他們政府的洗費是帶動到經濟運行呢 那 其實 他們現在這樣加息是沒有用的 他們加息只是害其他人 就是 我現在說回事實的真相給大家聽 如果他是 另外 就是政府是扔很多錢去搞基建 他又在加息的話 他沒有減那個政府支出的話 美國是持續一定會有通脹的 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 那些數字呢 我也要再研究一下才行 其實裡面究竟有些什麼在這裡 就是 表面上看起來 他們就是政府一方面 就是 公共開支就沒有減 那 但是呢 他呢 就 加息因為他要壓通脹 但是其實本來呢 就是他如果減少一些政府的支出呢 其實那個通脹呢 本來應該已經不會這麼厲害的了 但是 現在的情況很複雜 因為呢 還有加上那個供應鏈的問題 那 如果美國 他自己 不增加那個政府的開銷的話呢 我相信他那個 失業數字呢 就會很惡劣的 那 所以現在 他們呢 就好像呢 我 我看到的 我現在是 觀察到的 就是 他們就一手呢 就是繼續捱經濟 另外一手呢 就繼續加息 那 這樣做法 好像有矛盾 那樣 你看到是很矛盾的 那 我覺得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 就是 都是要 那些人呢 把那些錢丟回去美元那裏 那裏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 還有現在 就是根據當地的人說 就是現在不會炒人的 現在無論你做什麼行業 都是不會炒人的 那 那 7月份 唯一令到 就是那個 就業人數減少的地方 就是 汽車製造業 那 汽車製造業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他們 哈哈 因為沒有這個 就是 零件 沒有零件 就裁員 那 7月的時候 就裁了2200人 這個是根據 美國勞工部的數據 來的 那 另外 政府部門 那 這個就是政府部門 真的自己請人的 那 就請了 57,000個 主要就是教書先生 那 我們稍後會說一下美國教書先生的情況 現在有些消息說出來 就是美國的教書先生是全面短缺的 那 就要請了那些之前在阿富汗 或者在其他地方住宅的那些美軍 退役軍人 就去教書 現在那個情況是很複雜的 所以在美國那裏 那 另外就是科技行業 這樣 那 有些僱主就開始裁員 那 那 之前說要裁員那個 就是 電動車救世主 Elon Musk 馬斯克 他說要裁走 就是 特斯拉 他們的一些員工 但是 其實這個人 就很奸狗 他沒錯 是裁員 但是跟著 他是用時薪請回那些人 他是 裁走那些 年薪的人 就是用時薪去再請回人 但是那個情況 現在有些人告訴我們 就是 那些裁員的那些人 他就在第二間公司 很快就找到工作了 因為很多企業 基本上 他都是會請 其他 就是 公司不要的人 現在的情況暫時看起來 都是這樣 不是說其他公司不要 他就 不請 現在是會請的 那情況是 但是有些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 所以說美國的情況很複雜 按揭利率 他就升了 按揭利率升 那麼 新屋動工 和建設許可 的數字 就開始下跌 本來預計 建築業工作崗位 應該會減的 對不對 如果 你 建新屋 那裏 減慢的話 理論上 就是 少了 標達找工 理論上 就是這樣 沒有了那些工 但是 7月份 他們公佈的數據 就是建築業 增加了 32,000個工作崗位 是增加 現在很奇怪 現在的人 就說 由於供應鏈的問題 最初放緩的行業 譬如建築 製造業 汽車 它有 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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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lock的問題 即是 那些工資還沒做完 那麼 可能就要幾個月 才可以清掉這些舊訂單 那麼幾個月後 會不會說突然之間 又要解僱人呢 現在真的不知道 現在看到的情況很矛盾 還有就是 現在很有趣的 即是 經濟衰退 就令到大家 當然有一個工具 那麼 有些人 就 打超過一份工 其實就是 其實 現實就是會這樣的 他們有空 走的時間 都去做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還有 很多人就會坐在自己的工作位置 那麼 7月份 失業 27個星期 或者更長時間的人 那個人數 就降了 110萬人 這個是 那麼 情況就是 2月份 以來 辭職的人數 這個是美國之前 我們說過 他們有個 叫做 Great Resonation 即是 那些人就大辭職 那麼 現在的數字 又開始變回 和下降 那麼 中小企 那些人說 招聘人 都是 頭等大事 來的 那麼最近 幾個月的 工人的可用性 略有改善 這個是 略有改善 他是這樣說的 那麼當然 現在的情況 對方 7月份 那個 勞動力參與率 又有些下降了 這個 這個 勞動力人口比例 就是 就業失業 但是在找工作 或者臨時裁員的人 就跌下去 就去到 62.1% 這個是經過季節性調整的 就避免疫情前的狀態 疫情前的狀態 疫情前的狀態 其實就是 百分之六十三點幾 這樣 那麼現在 就是 百分之六十二點一 那麼 當然 現在究竟會是怎樣 就不太知道 那 55歲以上的人 那麼 就不是很穩工 現在的情況都是這樣 即使他們 在新冠疫情 存了的錢 都用了 那麼 但是他們沒有出來 找工作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有個 401K 即是他們的退休帳戶 現在有些人 當然是怕 那個退休金不夠 但是他們都沒有出來 找工作 即是現在那些55歲的人 所以 整體來說 究竟這個世界是怎樣 即是美國這個地方是怎樣 就不太知道 真的不太知道 但是有些人會轉行 現在 有些人說 這個情況就是 去再培訓 那麼 再培訓 就轉行 那麼 究竟這樣 會不會 令到那些數據 扭曲了呢 真是不清楚 因為有些人 就五十幾歲 就走去做市仔的 好奇怪 真的 去玩調酒做市仔 那麼有些人 就去做律師助理 其實 本來都不是做飯的工 還有 還有 有些情況就是 在美國 其實情況是這樣的 家庭 有兩夫妻 老公的收入 就可以養全家 其實美國有些地方是這樣 那老婆呢 其實她就喜歡 可以自己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就算工樓有壓力也好 其實老公那條數就已經夠工了 就不用老婆去做 現在的情況是很複雜 那 之後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就說一下他們的 人工增長的情況 就是美國人工增長的情況 因為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數據 就是看到我都呆了 其實他們的人工是沒有跌的 那麼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就再說一下美國的情況 當然有很多網友不太想聽美國的事情 那麼 重要的我都會說 休息一會 回來說 有關美國的情況 不可以 他會龍頭 會透湯 國中陣古野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也不可以 要有幾乎 除了 你我都會 不可以 要有幾乎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讓我 我應該會 我 你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